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OK仔 跟大家看看內地猛料 內地猛料有什麼消息呢? 第一單消息 是會繼續跟大家跟進一下關於內地高鐵 被人實名舉報 說它涉及一些豆腐渣工程 現在更加內地有各個媒體 尤其是新浪那邊的 專題報道 因為現在內地媒體開始刮了 更加找到一些大判 涉及一些利益 背後一些驚人內幕的消息 我們稍後跟大家一起跟進 另外亦會跟大家看一看 有些美女直播 玩到沒東西玩 就說要賣心口 賣封空產品 整個胸口擠出來了 這件事件 內地近日就宣判了 你賣還賣? 封空還封空? 不用整堆東西拿出來給人看 有人就覺得有點過分 是不是賣弄色情呢? 最後 究竟他們被人重判呢? 我們稍後會跟大家一起看看 另外 現在有北大教授踢爆了 內地的失業率根本不是 之前說過四筆的其中一筆 20% 簡直是高於一倍有多 如果是也很糟糕 一倍有多 接他一本? 究竟現在的北大教授 為何要踢爆呢? 究竟他們想說些甚麼呢? 真的有很多事跟大家說 既然有這麼多新聞 這麼多猛料 麻煩請大家給個like 支持一下 多謝大家的支持 先 首先跟大家看看 賣波事件 內地 肉套波波 他的名字叫肉套波波空 風空產品 這件事件 其實原來在 二二年直播 一間 肖慶整容 衣室整形公司 有一位美女直播主 為了幫忙 賣這些風空產品 他們的風空產品就叫 肉套波波空 不知道以為是珍珠奶茶名的 香蕉菠蘿糕類似的 他為了 去賣這個產品 要展示一下他的身材 竟然在直播上直接脫了衣服 脫了鞋 整對東西拋出來了 就這件事 引起網民嘩然 也引起官方注意 注意他不是他的胸口 注意他的做法 近日攝氏公司因為違反廣告法 被廣州市海豬區市場監督 管理局罰了60萬人民幣 厲害了 為何要罰了這個60萬人民幣呢 原因就是這間公司在邵慶市某間公司直播促銷活動當中 第一件事 叫女主播竟然脫了上衣 大面積露露空暴 來對言推銷產品 如果 是這樣的話 每個人都可以啦 男人又除褲 女性又除衣 大隻仔大隻女 每個人都 那麼得了 變了淫亂平台 更加說到這個直播期間 華爾更加涉嫌偽造 一些觀看人數的數據 當局就說 當時伊美人公司組織 直播右上角的標誌 寫著有四十幾萬人直播同時間 而說直播畫面當中 亦都有一些不同的 叫做直播數字 觀看人數 說了十幾萬人 感覺上都好像不真的 好啦 無論真正也好 這件事 引起內地官方另一個注意就是 這位女主播胸口就夠大了 但是是不是真的你的產品的效果 原來經過官方驗名正身之後 不知道怎樣驗了 這位女主播從來沒有用過 廣告 這個美容產品的 即是說到隨便找個大隻妹 大奶奶 大奶奶 出來幫幫手 勞勞勞勞勞勞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看她 事業線幾口 就是用了我們的 風空產品 原來就是這樣的 就著這件事 內地官方 所以就 告她了 要她罰錢 所以告訴大家 你不要以為 隨便找個美女拋個胸口出來 就說是 有時候 有些人 大家都會 看地鐵廣告 嘩 看得流口水 你看看身材正了 但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不是 身材是真的 但未必可能真的用了他們這些風空產品 所以告訴大家 這些謊言我們是要踢爆的 另外也會跟大家踢爆一下 就是有北大教授 現在踢爆官方的謊言 這麼大膽啊 你竟然踢爆官方的謊言 這件事件 有一位 北大的 副教授叫張丹丹 他認為現在 雖然 國內結束了三年動態精靈的政策 但是受到疫情的衝擊 經濟未能夠如期復甦 加上 現在的消費力下降 經濟衰退的現象 看到 其實真實的失業率 可能高達46.5% 因為在這個就業市場 不佳的情況下 大量勞動力 會選擇官網 甚至乎退出市場 導致 失業率 那個統計 是有所忽略的 這樣 其實 之前官方也有說過 你一個禮拜開了一天工 開了一個小時工都計 你是不是失業的 所以有人覺得 其實那個統計數字 應該 是可以調整一下 因為 根據早前國家統計局的數據 上個月的數據 就說 青少年調查 失業率是 20.8% 連續兩個月 創了一百年以來的新高 但是有人覺得 實際情況 應該是更加嚴峻 有些財經報紙指出 中國官方 認定每個星期工作一小時 屬於就業狀態 就是剛才我所說的 而且失業率不進入 農村人口 非動力的族群 而說到非動力族群 是沒有工作意願 或者失去勞動力的人 所以 有人就覺得 這個統計局的數據 被認為是灌水操作 這個政員財經就這樣說 他覺得 中國的 年輕人就業不容易 是這樣的 就是四不原則 但是 這件事都可以看到 現在國內的情況 你說是不是真的特別好 當然不會是 其實大家 現在是看得到的 但是是需要時間 去叫做 復甦 因為背後 有 四不原則 之後再一個背後的原因 有人就覺得 因為 你經歷過疫情 導致經濟停滯 大量企業倒閉 造成大爆炸性的失業潮 另外一件事 有人就覺得 因為民企 倒業得 太快了 導致現在 有人計算 有四百多萬間的企業倒閉了 所以 就業的情況 其實都是不樂觀的 有中國的網民留言 就著這些新聞 他就說 其實真的差不多 他就說 噎老 又說現在內地很流行噎老 全職做子女 有人就說 如果連父母收入都沒有了 那就真的會出事了 是不是真的 這樣的情況 就大家研究一下 因為 在內地微博 有這位叫做 真的沒想到的網民 大V 貼了這些數字 出來 大家研究一下 其實現在 失業率偏高 現在香港 又說缺乏人才 所以為什麼 會這麼多人 內地人想過來香港 找找吃 這件事都是 表示理解的 另外也和大家看了 內地高鐵貪污 說熱豆腐渣工程的事件 其實在 各大媒體內地 香港媒體有報導 內地媒體更加深入調查 現在 更加 有人就覺得 我們是不是要是時候 踢了一隻 背後的大老虎出來 其實在昨天 經濟參考報就報導 就說現在 正在建的 來榮高鐵 被實名舉報 偷工減料 長短裝 可能會引發 這個基建 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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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現了一個失穩 威脅到行車安全 報導消息了出來 其實內地各個方面 都立即做出反應 你不要以為官方不理 在昨天的下午 山東省交通運輸廳 就立即成立了這個調查小組 並且表示 會 跟有關方面 全面調查核實 依法依規處理 調查結果將會及時公佈 而說到 施工方面的 中建八局就表示 將會全力調查 展開核實工作 有人說 中建八局 總部在上海 所以上海鐵路監管局也派人員 去山東展開調查 其實之前我們 從內地媒體報導了出來 這個大型的基建 是分了 幾個 二判三判的做法 這個 來榮高鐵三標段 有不同的分包商 河南省三節實業有限公司 實名舉報 而總包頭 中國建築第八工程局 有限公司 就叫做中建八局 涉嫌偷工減料 所以 這件事 又是 最大的包頭就開始做了 有人就開始 找他們的資料出來 說中建八局 屬於 中國建築股份有限公司 註冊資本超過150億 而他們的官網也說到 公司重點發展高端房建 基礎設施 地策開發 投資營運等等 包括有些新的業務板塊 現在他們的公司有五萬多個員工 在他們的下面還有六大分局 六大分局底下還有一大堆 二十六間子公司 我們看到 有人就開始找他們的 財務 例如 中建八局在上年 淨盈利超過122億 上年 有人就說 上年也有百多億盈餘 上年還在搞疫情 到去年底他們總資產 超過2850億 而中國建築二十幾間 比較重要的子公司當中 中建八局 正利潤 排行第二 他是專 賺得錢 賺得錢 不是賺得錢那麼簡單 是賺得錢的 就這件事 除了 施工方 和 分包商 根據國家的建築法 建築工程監管 應該是依法律 依法規 執行有關的技術標準 這樣的 就這件事 有人就開始 找一下 他們那些 叫做招標 會不會 涉及一些 叫做 遺標 甚至乎有些人覺得 是不是疏忽呢 因為 中鐵 監管監管 監管公司 多次跟 中建八局 同時間出現了報導新聞 懷疑中鐵 監管公司 和中建八局 有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現在內地媒體開始調查這些 為甚麼 每次中建八局有份做的事 中鐵 監管公司 都跟他們一起 背後有些 抬底東西 我們不可個人的秘密 根據內地媒體 不是這樣說的 山東電視台 先說一下 當然 是否以為我會說 中建八局建設 來泳高鐵項目 三標段 來烏高速100米 連接梁順利合籠 中鐵二院 來泳鐵路監管四標 總監也介紹了這個合籠過程當中 所做的方案 是否已經有 去到這個位置 意思就是 有人踢爆 你現在長短裝 好 但是你中鐵二院監管公司 就批准了 你是完全看緊 整個過程 覺得沒有問題 好 你去到這個位置 你明白嗎 現在已經出現了兩家 兩家公司 懷疑有問題 就著現在說到 中鐵二院監管的職責 如果因為這樣的話 他也會領事 內地很多媒體 立即找中鐵二院的監管公司 去了解情況 現在有人說 他們長短裝 你這個總包頭長短裝 你是監測他做事 那你又監測不到別人長短裝 你又批 安全紙給別人 那你們又怎樣解釋 這些 你說有時候 不是這樣掩蓋的 對嗎 那很難說了 內地媒體已經打了很多次了 說到現在沒有人聽之餘 更加 試過有人去他們的總部大樓 嘗試一下聯繫 但是對方就說 不好意思 你弄錯了 我們這邊就不是搞這些東西 這樣 那就好了 有很多內地網民就繼續留言 信息不存 不要亂猜測 沒有看到舉報方有一句話 開始說這些 就說莊已經打不動了 這個很關鍵 設計不可能每個莊都要實地撼測 去到堅討層就要符合要求了 沒有必要再打的 這件事 但是他說完這句話 大量網民就罵他 我不讀別人來罵人那些 有人就說 膽大妄為 中建八局背後是誰給他撐腰 是不是鐵路總局呢 有人就說 不關事 中建八局屬於中建總公司 不屬於鐵路總局 所以是兩個不完全不同的系統 那怎麼辦呢 現在怎麼辦 起一起了出來 沒有的 檢測一下 檢測一下 香港那些 沙中線之前那些 就去找另一 第三方公司再去看看 究竟是否 符合安全 你沒有理由 有人說是否整條橋拆了 哇 糟糕了 這個損失哪個賠 整條橋拆了 沒有可能 當然 我覺得在安全的大前提下如果真的不行 都沒有辦法 你沒有理由硬去 到時候人命事故那時候更大 所以現在這些 有人就說 是不是 越大間公司呢 越會偷工 減料呢 有人就覺得是關乎 牌頭夠大 沒有人敢管 沒有人敢惹得起 有網民敢留言 有人就說 亂講24 什麼大公司小公司 只要金錢到位 偷工減料都不是那麼容易 這樣 無論如何都好 所以 有人就覺得這件事 是不是 內地不提 其實不是 現在是廣泛報導 還有有專題報導 其實大家都是關心 因為這些是國家 很重點的項目工程 如果你只要有一顆 砂石出現了問題 其實都是需要去排查 因為 隨時是一環扣一環 背後可能會出現了很多東西 即管看看內地的媒體 找到什麼 另外 現在又 厲害 內地出現了大熱 中西合璧的廣東式壽司 很厲害 有人就說 比明章更厲害 明章那時候是港式 香港式 現在就是廣式 廣州式 內地很厲害 究竟有多誇張呢 將不同的廣東菜 放在米飯糰上 形成壽司形狀 然後再用這種 較高價錢買出去 所以 原來內地現在流行這件事 例如 將金錢肚放在壽司飯上去 然後他就告訴你 這個金錢肚壽司 明明可能 可能買5元而已 現在可能變了15元 嘩 所以有時候 這些東西就靠包裝了 但是內地 很多網民就說 這個擺明是智商稅 例如那些燒鴨 燒尾 叉燒 那些全部 這樣搭上去 真是誇張 更加有燒鴨 燒鴨的壽司 我覺得就不要弄壞 弄壞別人的食物 有人就說 你沒試過紅豆軍艦 不要跟我們說這些劣質的東西 其實沒有 每個地方都有他們的不同的風格 你可以 弄這些東西出來 就像你弄那些 午餐肉壽司一樣 古靈精怪 被人看到就這樣 那位壽司 現在由於福島核污水的問題 內地全面檢測 這個輻射延長清關 很嚴重 說到那些魚生 最少要放了幾個禮拜 現在說到在北京的日本餐廳 沒辦法 由於 你的飛機貨 起碼要放兩三個禮拜才能清關 由新鮮都變熟 也不新鮮 所以現在被迫轉用中國的食材 而有些 上海的日本餐廳 改用西班牙貨 因為有日媒報導 因為中國對日本進口的水產 全面檢測輻射 令到清關的時間大增 冷凍科要兩個禮拜 先貨要一個月 你想想 那些先貨都真的發臭了 所以大家都放棄了 從日本進口水產 日本傳媒 訪問一間在北京開店的日本料理店 負責人就說 好像海膽 三天就融 那你 搞定了之後 全廢了武功 浪費食物之餘 還要浪費錢 所以對他們的業界都很大影響 他表示 他們店鋪有八成的食材 都是日本進口 現在很難搞 沒辦法 只能用中國的食材 去煮日本餐廳 沒問題 剛才說的燒鴨壽司都可以出來了 整個北京田鴨壽司 沒辦法 就不要吃魚生 這件事 接下來香港也有機會都會遇到的 到時候業界那方面又如何處理 另外也跟大家看一下一宗 值得幾個瘋的東西 就是說有一個老人家竟然進了屋 拿著把斧頭 砍兩個小孩子 都瘋了 這個 屋裏面的閉路電視 畫面就在網絡上面 瘋傳 那內地傳媒就報導 在昨天 就是昨天報導 事發在河南省許昌市 一條村裏 他們這個縣的公安局 派出所證實了事件是真的 這麼恐怖 事發完在7月8日 行兇 這位長者65歲 握著斧頭入屋 把兩名小孩子斬傷 神經病 整條片的動作就是這樣 兩名小孩子 小孩子哥 小孩子女 原先 坐在客廳上 在客廳上看動畫 突然聽到敲門聲 一個小一點的妹妹 去了開門 突然之間 被老人家拿斧頭斬了幾下 後來 這位老人家一股作氣衝入廳 更加對一位大過小小的小孩子 不斷斷 不斷斷斷斷斷斷的 而莊点的小孩子 馬上大喊 就立即衝出去前一位 而那位大小的小的客人鍵貸丁 於是大斷斷斷斷斷 那為何要這麼做呢 会洶到你的尾巴 根據一名知情人士透露 這件事件原來是 老一輩有申 resurrect 行兇者趁着两个小女孩的妈妈出门口拿快笛 所以上门趁机报复 就着这个说法就未得到警方证实 神经病 我们近期多了这些东西 大人的恩恩怨怨 现在就报复在小孩身上 前一阵就有个爷爷把两个小女孩扔出马路中间 又是怀疑儿子和媳妇吵架 所以你不要怪这一代的年轻人不生孩子 生完孩子之后这些老人家有什么好想 拿小孩和孙子来出气呢 这件事虽然未知是否真的 但有很多网民觉得这些真是离谱 就算是否也好 你怎么可能对这些小孩下毒手 真是恐怖 真是不知道会不会重罰这位老人家 另外也跟大家看一下 现在内地出现了 跨省存款特种兵 什么跨省存款特种兵呢 因为疫情之后 有一种特种兵的旅游 就火遍全国内地 他们是说一个时间很紧臭 用很少钱 很辛苦 这种特种兵这个名词开始就转去了其他东西了 随着今年内地六大国有银行集体 下调存款挂牌利率之后 多间全国性股份制的银行 纷纷跟随下调存款利率 所以市场上衍生了一种叫特种兵式的存款现象 就很简单了 就是将自己的现金带去穿州过省 去找一些比较高利息的存款产品 这样的 就是为了那个利率拖着一件钱 就是可能河南贵 那去河北 河北也不行 那就试试说什么远一点 可能去到上海 上海贵 走去其他地方 南京 这样的做法 喂喂 很老实 你带着行李箱去这样做 怕不怕被人 打劫的呢 会不会怕不怕一天不见了那些钱 真的这些事情很危险 尤其是现在报道了出来 一转过头被人拼湿 一百几十万 拿去真是离谱的 到时候很可憐 自己拿来 有些人就说 另外 最后也会和大家看一下 讲到在广西有一个景点 竟然有一个捉伐工用船长 他们怀疑要车人去看游山换水的捉伐工 就是撑船的船夫 竟然用船长打游客 同行的女同行的客都哭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怀疑就是口角的 就说到在广西这个龙河景区 这个撑捉伐的工人 竟然和游客就发生了口角 计而动武 有一名旅游客被他推到河 你真是神经的 这件事件 警方介入调查 而当地的文化 广电体育旅游局就通报 涉事的三名捉伐工 因为毆打他人 被人行政拘留15日兼罚款 这件事都可以 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怀疑可能就有些拗叫 有人就觉得因为那些小孩 说到那些小孩在岸边玩水枪 别人就叫他不要玩 然后就 随便吧 可能那些家长就说 为什么不让我玩 人家保障你安全 继而动武 但怎样都不对了 所以出去玩 不要这么生气 开心一点 今天就说到这里 看下来的豆腐游工程 会再有什么报道 我们会继续和大家跟进一下 下一节再和大家说其他东西 拜拜